大家从镜头上就可以看到啦 其实 对头 那这个方向盘大家可以看到啦 其实它就是在自动转着 然后其实我就只需要踩刹车让它慢下来 它叫我 Stop and Put in Forward Gear Vovo 像来给人家除了安全以外啦 就是这个 Uncle 车的音像 可是我今天要试驾的这辆 Volvo 好像很帅叻 最新的 Volvo S60 T8 新一代的这个 Volvo S60 是 Volvo家族里面最入门的高端 Sedan 车型 那它的同级对手就有 Mercedes-Benz C-Class 以及 BMW 3 Series 相比之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新一代的 Volvo S60 在外形上并不输这两个同级对手 以往 Volvo 就给人家这种老水 Uncle 车的形象 但是自从 Geely 入主了 Volvo 以后 在有了这个副爸爸的这个资金强助之下呢 Vovo 有了很大的改变 包括在外形上 我们在外形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新的 S60 和 之前的 Volvo 截然不同 整个是很大蛻变的感觉 那先讲一讲这个前脸造型的部分啦 这个新一代的 S60 它导入了 Volvo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帅 包括这个头灯组 它就有这个招牌的雷神支锤日行灯 夜间的辨识度非常的高 而且很酷 那我国的 S60 这个头灯组 是 Full Spec 的 LED 头灯 具有自动眼镜光灯的功能 同时呢 今天我们试驾的这辆 S60 它是一个 T8 车型 这是一个 R-Design 的版本 也因此呢在这个保险港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帅气 比较运动化的一个设计 包括这个 Volvo 的招牌的这个水箱护罩呢 它是一个钢琴黑的格散搭配 霧影四条的一个组合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Design 是很美啦 然后也很有质感的感觉 而下方这个 Bumper 呢 这个保险杆呢 它的这个进气格散也是比较大型 比较有侵略性的一个感觉 同样的也是采用一个钢琴黑的材质 整个看起来就是 又有格调又有质感又有运动化 什么叫做典雅 这一个就叫做典雅了 新一代的这个 S60 的车侧线条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在很流线型之余啊 又有这种硬线条的设计 带出一丝丝的这个运动风 整个看起来呢就是 ELEGAN 的感觉 那看到这个一只板的这个盖 大家就知道这一台Hybrid 它是一个PHEV 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 你只要打开这个盖就可以看到这个插座 那原厂呢 其实是有为这个 S60 车主提供一个 3.7kW 的 Charger 而且是家用型的 就是讲你只要插你家里的插头 就可以为这辆车充电了 那这台车的这个电池呢 是11.6kWh 原厂宣称呢 用这个家用型的这个3.7kW 的 Charger 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将这辆车的这个电池充满 这辆车的这个插座呢是Type 2 的类型 也就是和 BMW 的 PHEV 还有 Mercedes-Benz 的 PHEV 是一样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国的这个 S60 T8 是一个R Design 的版本 也因此在轮圈的配置上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19寸的双色五幅式轮圈 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啦 轮胎方面呢它是使用一个 Continental 的 Conti Sport Contact 稍微比较性能的一个轮胎啦 尺寸为235 40 R19 那在车尾的部分呢 这个 S60 也是导入了 Volvo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啦 包括这个辨识度非常高的这个 C 字型尾灯 你要加它下面也是可以啦 那这个 LED 尾灯组呢 就和大哥 S90 是一样的 但是呢和大哥不同的是 这个 S60 它的车牌是在上方这个部分 大哥只是在下方啦 我个人是觉得 S60 的车尾设计 看起来是相对起来啦 是比较年轻化了一点 而我国的 S60 因为 R-Design 的关系 它在保险杆的部分呢 是有这个 伴随着这个钢琴黑材质的一个小型扰流式设计 以及双边单触的排气围管 蛮 Sporty 的 我国的 S60 是支援 脚踢式电动尾门开启的 你只需要把你的脚这样子烧一烧 它就会打开了 那打开这个尾箱门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 S60 是 Hybrid 车型的关系 它的这个平台下方呢 这一边的下方呢 是有这个电动马达的 因此它的尾箱容量就稍微犧牲了一点 为 440 的 2 公升 我们从镜头上也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的这个地台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也因此这个高度就比较矮了一点 但是深度还是有的 在这里我们也放上了 几个大小不一的行李箱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呢要应付一般的出游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点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 刚才我说原厂是有给这个 充电的这个 Cable 的 那它们还很贴心的 给你这个 Bag 里面装的就是那个 Cable 不过咧 虽然有这个电动开启 但是关的方式还是要用手动关的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这个 S60 的后悬挂设计 它是使用 Lift Spring 的这个架构 那其实 Volvo 所有的这个 SBA SPA 平台的车款呢 都是使用 Lift Spring 的后悬挂的 但大家别误会 这个 Lift Spring 那原厂给的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它们要腾出更多的这个内部空间 虽然说我看到它的这个尾箱空间好像没有很大啦 在内装部分呢 我先讲这个设计啦 这个 S60 的设计它采用的同样的 是这个 Volvo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所以整个 Dashboard 看起来就是和其他车型 是差不多一样的 包括这个直立式的这个空调出风口 还有这个 iPad 那质感方面呢 其实它的这个表现并不输同级哦 好像有这个皮革 还有 Soft Plastic 的这个材质 以及真正的这个缝线 然后搭配这一个 银色的这个 质感不错的这个雾银色的这个四条啦 那因为这台车是一个 R-Design 的版本 所以它也使用了一个 R-Design 的三幅式方向盘设计 以及 R-Design 的这个皮革 电子排档杆 手感还挺不错的 但是比起那个水晶排档杆 它这个就稍微输了一点啦 可是我觉得 OK 这个也是蛮漂亮的 那同样的这个 S60 呢 它也是采用一个全液晶显示的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是12.3寸的一个配置 然后同样的它的这个界面呢 也是可以客制化 不过呢你要切换这个界面啊 你必须透过这个中间的这个主机来操作啦 然后我还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彩色的抬头显示器 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不过最酷的还是中间的这个主机 它是一个直立式类似iPad 这样的设计 在界面上呢 我觉得它是很丰富 然后操作起来其实也蛮容易的 那这一回这个主机呢 就支援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系统 那我就示范一下啦 只需要将这个Cable接上我的手机 它就会直接显示这个Apple CarPlay 的界面 而且重点是哦 这个主机它在接上了这个Apple CarPlay 以后 它还支援Multiple 的这个界面显示 就是讲这边它其实是一个横的screen 来显示我的这个Apple CarPlay 我可以看到我的Waze 啊 Spotify 啊 Google Map 啊这些 那同时上方的这些部分呢 它还是有显示其他的这个行车资讯 包括我可以就是继续操作我的这个空调的 风速啊温度等等的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界面 其实使用起来是蛮顺手 蛮容易操作的啦 不过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实体按键多一些 当然呢这个主机还可以进行其他的操作啦 像我只要这样子Swipe 过来我就可以看到 包括安全系统的部分 还有甚至是这个电动座椅的这个调整啊 你都可以在这里操作 然后Swipe 去左边我还可以看到 哇这一台主机哦它有那一件Spotify TuneIn 还有甚至有Google Search 的功能 所以这一台主机它其实是有这个Internet 的 Function 的 使用上起来其实真的是很科技化的感觉 4 家 Volvo 当然讲它的这个座椅啦 我们都知道 Volvo 是很注重这个人体工学的 也因此呢Swipe 的这张座椅啊 坐起来是支撑性十足而且很舒服啦 那它也支援这个10向的电动调整 非常的灵活 但是重点是这个座椅哦 原厂就宣称它的框架还有它的这个椅子啦 是具有缓冲功能的 当你在遇到撞击的时候啦 可能你 Accident 的时候 它是有这个吸收撞击力的能力的 尽量减低对人体的这个鞠椎的伤害 那还有点就是这个安全带了 这个安全带它有个功能 当它侦测到车子有不寻常的这个动态 也比如说你冲进超巴啊 还是可能飞起来的时候啊 这个安全带就会自动收紧 及时保护乘客 而我国的这X60呢 它其实算是一个高配车型啦 所以它其实有这个 360度的全景摄像辅助系统 以及 14 颗喇叭 600W 的这个 Harman Kardon 音响系统 X60 后座在空间表现上 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充足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我现在这个腿部空间呢 有一个两个拳头多的距离 头部空间其实也蛮OK的 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 重点是这一辆车有这个全景天窗 也因此在这个空间感的表现 其实是很充足的 那这个座椅呢 它的这个支撑性同样也是和前方的这个座椅一样 是很够 坐起来也是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椅子的这个角度呢也是刚刚好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啦 它的这个椅垫 似乎有点太过低了 可能在大腿的这个支撑性方面 我相信坐长度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足 那还有一点呢 大家可以从镜头上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中央枢纽 非常的高 其实是因为呢 这个中央枢纽下方 这个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T8 Hybrid 的这个电池组 它整个通道呢 都是它的这个电池组 也因此呢 就牺牲掉了这个中间乘客的这个 脚部的这个空间啦 但是我觉得我坐到中间的话 其实也还OK 只是同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大腿的这个支撑稍微有点不足啦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中央枢纽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牺牲掉了 这个中间的植物隔的空间 以及这边呢 它就没有这个后座的这个空调出风口了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 Volvo 有个Design 它从以前呢 就一直有这个设计到现在 那就是它的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其实是在V柱这边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 是更加的好啦 因为 你的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从这边来啦 这个风从这边来 你就可以其实可以更完美更完整的 吹到你的后座乘客 这一边的这个设计呢 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自然就是Volvo 的强项了 这一台S60 它搭载了 被称为Intel Safe 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其实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现在这些日系车都已经有了 但是呢这个Volvo 它还是不一样 它除了有那些普通的什么 车车盲点侦测 车道维持辅助 还是自动紧急刹车这些 等等呢 这些对Volvo 来讲是Starter Pack 因为这一辆S60 它有更先进的功能 像是被称为 City Safety 的这个 行人 物体 甚至是动物侦测功能 而且是日间还有夜晚的 它都能侦测到 只要一侦测到有物体移动 它就会自动停车 这个我之前在看一个 网上的一个影片呢 我就曾经看过Volvo 在这方面的硬实力 那时候是一台Volvo 的 Truck 大型卡车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小女孩这样子冲出来 那个卡车真的是马上即时停下来 很快的停下来 这方面我觉得Volvo 是做到比其他的品牌 还要更加厉害更加好的啦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车道维持辅助以外 它还有一个加强版 被称为 Off-Road Mitigation 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当你的车子 可能就是偏离 偏离车道去吃草的时候 它同样的会把这个车子拉回来 这个是比普通的这个车道维持辅助 还要更顶的一个功能啦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这个 On-Coming Lane Mitigation 现今的车子呢都有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的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呢仅限于是和这个 你开的这个车子同一个方向 时候呢它才能启动 但是Volvo 的这个 On-Coming Lane Mitigation 它侦测到你这个对向来车是迎面而来的时候啊 它就会在你的这个头脑还来不及载背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你紧急刹车了 这个功能我觉得在同级来讲啦 它真的是最强的了 而且也是一个大加分 最后呢就是这个 S60 在进行 CKD 了以后呢 它还多了一个 Park Assist 也就是 Park 车辅助功能啦 其实在安全性方面我觉得 Volvo 真的是很厉害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 Volvo 从 70 年代 它就有成立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的名字是 Accident Research Team 没有错 他们呢专门是去收集这个 发生车祸过后的这个 Volvo 车款 然后进行研究啦 再对自身的这个安全系统加以改进 非常的有利 这一方面我真的觉得 Volvo 真的是很强 在动力部分呢 这个 S60 T8 搭载的是一具 2.0L 的 Drive-E 双振压 没有错 它有 Turbo 它有 Supercharger 的一具四缸引擎 并搭配这个电动马达 组合而成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 那这具引擎它本身的这个输出 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拥有 320hp 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也高达 400Nm 这个和同价位的这个同级对手 像是 C300 或者是 330i 相比之下 其实已经是不逊色了 但是它多了这个电动马达的加持之下呢 整体的这个综合输出功率啊 达到了 407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高达 640 Nm 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之下呢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4.4 秒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越级挑战了 那同时呢 也因为这个 T8 的关系 这一台 S20 RS 它是一个全驱车型 All-Wheel Drive 只不过这个 All-Wheel Drive 它其实是没有传动轴 也没有这个后差速器的 它采用的是一个 引擎搭配马达的这个原理啦 就是引擎驱动前轮 而这个电动马达则是驱动后轮 来达成一个所谓的 All-Wheel Drive 的这个 layout 既然是 Volvo 那在试驾之前 我觉得我先要测试它的这个半自动驾驶技术 也就是 Pilot Assist 的功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Volvo 在这一方面 包括它的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方面的 它的这个完善性 还有它的这个技术含量是比较高一点的 究竟是不是呢 现在就测试给大家看 首先我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键 OK 打开 Pilot Assist 功能 Meter 上面是有显示的 然后我时速放一个大概 90 OK 120 好了 OK 所以我放开我的手 那其实我有感受到它的这个方向盘呢 的确是有在摆动 我的双手双脚 都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动作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呢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半自动驾驶技术 它也不是完全是 Fully Automator 的 也因此它还是需要你把这个手放在方向盘上 以防万一啦 但是我的手其实是不需要操作的 那我现在前方是有一个 OK 稍微转弯 我把我双手放开 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其实这个方向盘 是有在自己转弯的 真的是很精准 至于和前方的这个车辆的距离方面呢 我觉得 Volvo 的这个距离就还可以 虽然说也是有一点距离啦 但是相比起之前我测试过的那几款车呢 这个距离是稍微比较近一点 就至少前方 左侧的车子还是右侧的车子 不能够随便这样吃进来啦 讲真的这个半自动驾驶技术啊 在这种多车 塞车的路段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开启它的音响系统 享受 虽然说它不是顶级的那个 Bowie & Wilkins 啦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个 Harman Kardon 呢 它这一回有这个 Surround 环绕音响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台车的这个音响哦 以音质来讲啊 是我近期测试同级当中最好的那一个 这个低速跟随系统啊 它的准确度是蛮高一下的 现在下着大雨哦 照理来说应该会有一点阻扰 是不会哦 大家从镜头可以看到了 其实我的当风景是蛮模糊的 但是呢 车子都有及时停住 那其实这辆车它是有这个 五个驾驶模式的 分别是 Consent AWD Pure 也就是纯电 以Hybrid Individual 你可以做一个个性化的设定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 最后一个就是Power Sporting Driving 其实我这几天都是用在Hybrid模式啦 那根据原厂宣称 这一颗电池呢 它是能够以纯电行驶 连续驾驶一个40公里的 它的续航里程是有40公里的 其实我这几天这样子开着它 好像我昨天从这个Puchong开到PJ 再下到这个KL其中开 然后再回到PJ的时候呢 当时我是以Hybrid模式驾啦 回到PJ的时候啊 这辆车的那个电池就没有电了 大概是一个50多公里左右啦 这样子这个续航里程 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合理的 就是你开车来回工作 然后你回到家就可以充电了 但条件是你必须是坐Landor 如果你住Condor的话 也必须要有这个Plug Point 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个动力表现 对它的性能讲究的话 你想要有一支这个Power 有这个Battery的Power Juice 可以一直提供给你这个407hp的 这个最大马力的话呢 你其实也可以从这个主机这边 选择一个Charge模式 也就是它其实可以透过引擎 来为这个电池持续的充电 好像我其实现在就是开着这个Charge模式 我刚才从Puchong开到这个Gombat这边 这台车的这个续航里程 一直维持在31公里 它不会冲更多 可是它也不会掉 趁现在没有车 小试一下它的这个加速表现 首先切换至这个 Sport Power Power 模式 OK 3 2 1 Action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但是老实说 在那个加速的那一瞬间 起步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我以往开那个S90 T8那种 瞬间的扭力 Instant Torque 的那种 有点头痛这样的那种感觉 那个暴力感 并没有 这台车的这个起步加速方面呢 相比之下它是稍微比较温柔了一点 这台车我这几天都有试过 有电的时候和没有电的时候开着它了 我先讲没有电了 没有电的时候 其实这台车它都有一个320hp 还有400Nm的Torque 单靠这一具引擎的话呢 其实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是很够用的 只是在多了这个马达加持之下呢 400多hp 然后640Nm的Torque 在起步还有在中段加速 可能你中段再加速的时候呢 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个 电池这个电动马达是有在供电 就给你额外的这个动力 只不过它并没有给到我的总部 400多p 640Nm的Torque 那一种感觉 但是呢 多了这个Hybrid系统啊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 让这一辆车的这个刹车表现 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没有那么刺的感觉 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在开着 Volvo的XC90 XC60 就已经有这个缺点了 当时呢 我是觉得就是很明显 在踩刹车的时候它会有那种 generating 就是有那种regenerator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感觉到它在做工的那个感觉 但是呢 这几天我开着这台XC60 T8 它的整个那个刹车感觉啊 还有体验啊 是好很多的 只不过呢 如果说到它的这个 刹车的这个灵敏 还有它的这个直接度呢 还是稍微迅舍而言 有时候真的是深踩刹车的时候 你在急刹的时候啊 真的是会有一点信心不足的感觉 还有什么缺点呢 除了刹车以外 那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乘坐表现 我相信有可能是因为 RD 这样的关系 所以它整体是比较偏向运动化的 那路感方面呢 就会比较明显了 虽然说在司机坐感觉并不太到 可是坐在后座的时候 其实弹跳是稍微有点明显的 如果你是一辆稍微比较家庭的一个 Sedan 来看它的话呢 它的这个后座的路感会稍微比较明显 只要路上稍微有点睡震啊 它都会传进后车厢 这个是我在试坐后座的时候 得到的一个感觉 但是整体而言 它的这个座椅其实真的是很舒服 然后支撑性也很好 我相信以坐长途来讲啦 这辆车会在乘坐方面呢 它的这个座椅方面是很舒服的 唯一缺点就是后座的这个弹跳稍微明显 当我在连接这个 Apple CarPlay 以后呢 可能用了几个功能 好像它现在其实我的导航 它这里显示 Guidance Buyer CarPlay 导航全部都是用 CarPlay 的时候呢 那这一台车它的这个音量键 就会有BUG 就可能用不到 我转的时候其实我在播着歌的时候 我转的时候并没有变大变小的那个感觉 这是这台主机的一个小BUG 最后的最后我觉得就是 这台车没有备胎 因为后面要放电动马达嘛 它是没有 spare tire 的 但是它也可以补胎计啦 那讲完缺点就讲优点 优点 这台车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性能完全是满意 然后它的隔音表现非常好 加上它因为它是Hybrid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马达介入的时候 其实这台真的是很近 然后风声预制这些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加上它有一个很好的音响系统 好的音响加上好的隔音 就让这辆车是一辆很舒服做的车 我觉得如果我是乘客的话 我会很想要坐在这辆车 因为真的是很Enjoy OK 接下来就到了细肉的时间 我又到了这个云顶的三角 那我觉得我接下来就切换到这个 Constant AWD 的驾驶模式好了 OK 好了 切换到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电子全驱的模式啦 哇 这个上山的扭力完全是饱满的 那同时呢 电池其实也掉到蛮快的啦 一下子我就从这个30公里掉成29公里了 我相信上一个山这个电池就没有了 OK 其实车子是有点推头的状态的 但是呢 老实讲啦 这个动力啊 我真的觉得 feel不到这辆车是一辆两吨重的车 它的车重高达了2083公斤啊 没有错的话 非常的重 但是呢 这个动力 这个体态 让我完全感觉不到 哇 哇 我连起步 我完全感觉不到这辆车是在上斜坡 OK 其实它推头是蛮严重的 就算它是一个电子全驱的模式下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自排变速箱呢 反应其实还算OK 逻辑方面呢 至少降档还算做得到及时 但不是同级最好 但是我觉得OK 老实说它的这个车尾相应做到还蛮不错的啦 以一辆Volvo来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Volvo 其实并没有非常主打操控 底盘表现部分呢 我觉得它并没有像同级那般 其他同级对手 比如说C300还是330般的 那般的紧凑 那般的扎实 它会稍微闪了一点点 但是呢 这个闪 小闪 并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动态和循迹表现 我还是觉得这台车是蛮灵活开的 OK 在这个S1 这个紧凑的S1方面呢 我就感觉到它的这个 指向性方面就没有那么的紧凑 没有那么直接了 这一方面呢 它相比起同级啦 可能C300还是330 就稍微比较有点不足了 好像在刚才这个1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点摇摆不定 来不及收回来的感觉 自动方面的确就像我刚才说的 真的是有时候你急煞的时候啊 稍微就是稍微不够一点的 加速其实真的是很给力 但是你还是可以隐约感觉到它是一辆两吨重的车 当你在高速的时候呢 你就会稍微感觉到它的这个体态的确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够急 必须慢下来 其实你普通开的话 你不要像刚才我这样激烈驾驶的话呢 其实这辆车它还是可以给到你一定的一个操控性 而我在这一方面 我个人其实是相当满意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操控 就是你日常开的话 它的操控其实是OK的 然后在稳定 稳定性上呢 这个底盘也可以给到你一个很出色的稳定性 包括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其实真的是蛮稳的 总结来讲啦 我觉得这辆车呢 它在带给你一定的一个操控性的同时啊 它在这个舒适方面 因为它隔音很好 加上它的乘坐舒适性 虽然说路感稍微比较明显 可是整体还是很舒服的 加上它音响很好 隔音很好 所以给我的感觉是 这一台车是一辆能够在视觉 包括整个质感方面的呈现 还有在听觉上 可以给到你 呃 想念 的一台车 我现在在这个 呃 多层市的停车场里面呢 我就想要4个功能 那就是这个 S20 的这个 Auto Parking 制动泊车的功能 OK 所以我就决定试试看 OK 那我现在其实就走着 然后其实我点击这个 360度Camera 这边呢 有个Park In 的功能 所以它现在就开始在scan 它叫我Keep Close To Spot OK OK Slot Found 所以我Stop To Park 然后它叫我Select Reverse Gear 所以我就打R 然后 Reverse Slowly 所以我其实也不需要踩油门的 那这个方向盘大家可以看到啦 其实它就是在自动转着 然后其实我就只需要踩刹车 让它慢下来 OK 它叫我Stop And Put In Forward Gear 所以我就打D挡 然后它就自己转 然后我就需要踩油 Be Prepared to Brake OK 所以我就踩刹车 然后再打一个R挡 它又再自己转 然后我就需要轻踩油门 OK 它就自行调整了 OK 所以我在这一个时期哦 我需要做的就只是 就是轻踩刹车 轻踩刹车 轻踩刹车 那车是会自己动的 包括方向盘 OK 它已经完全是较准 完全是准了 在那个Sport里面了 所以我只需要踩刹车 然后它讲Parking 已经是Complete successfully 就这么简单 Vovo X60 T8 目前在五国有售价为282540 令吉 当然这个价钱是目前SST豁免的一个价格啦 那以价位来讲它的对手有谁呢 首先就是这个主打奢华 还有酷炫的 这个Mercedes-Benz C300 以及可以给到你丰富驾驶乐趣的 BMW 330i 还有就是来自登场的这个 Audi A4了 那相比之下 这个SST可以给到你什么呢 我个人是觉得在底盘表现 还有这个操控部分 它的确不是最强的那一个 但是呢 它可以给到你非常出色的这个 性能动力表现 同时呢 在同级对手都给不到一个 完整的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的时候啊 是一个S60 不止给你整套的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还加码 给更多的一个功能 那同时呢 它在这个科技感的呈现上 也是完全是不输正的 所以你问我这台 S60 T8 值不值得买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到最后还是看你要的是什么 而在保养费用的部分呢 我是觉得这个Vovo X60 和其他的同级对手相比 是不相上下的 当然不要和BMW 因为BMW有这个5年的Free Service 只不过在售后服务方面呢 Vovo相比之下呢 它的这个据点就会比较少一点 这个我是觉得 当你在买车的时候 是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Vovo X60 T8 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今天的试试影片到这里 也是时候结束了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哦对 不要忘记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啊 如果真的是觉得我讲到很好的话 记得踊跃留言 OK 我们下一回再见啦 拜拜